好 欢迎回来 这边是easyshop独立网店二次开发的一个教程 那我们这一节课呢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一个 第九章不同分裂调用不同模板的一个案例 那么来看一下啊 好 一个商城里面呢可以卖很多的一个产品 有时候我们想某个分裂下呢做点不一样的界面调整 这时候呢我们就必须为不同的分裂呢设置 不同的一些SSS样式 好 那么我们来开始做这个事情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分裂情况 一个分裂情况 打开我们的这一个localhost 然后顺便呢把我们这个dw也打开一下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gms手机啊 gms手机呢是买这个颜色哈 我们想gms手机呢把我们的这一个呃粉红色呢变成我们的一个蓝色 好 一个蓝色调 那如何来做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后台有没有这样子的功能哈 好 我们二次开发之前呢都先对我们系统呢进行一个查看或者是研究哈 因为有些功能可能没有必要开发好直接可以用了好 好 那么我们就找到商品分类对不对 那刚才那个是gms手机啊 gms手机那我们来编辑一下 关键词好 分类样式表文件啊 分类样式表文件啊 分类样式表文件 你可以为每一个商品分类呢指定一个样式文件好 例如放在lims下面的这一个好 那我们就放到这个目录下面叫做gsm啊 gsm那我们先点击确定 好 先点击确定 完成之后呢我们来刷新一下 没有任何变化 好 我们来看一下原代码 gsm点击css 好 那我们看到的话这边系统帮我们调用了我们的这个gsm css这个样式 好 当然呢我们现在需要对这个样式呢进行一个呃 编写对吧 那我们新建一个css 然后呢保存到我们lims下面的一个文件夹 刚才是我们叫做我们直接是放到lims下面哈 我们需要再做一个调整 我们放到lims下面的这一个美丽说模板下面哈 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lims美丽说 好 我们放到这个下面哈 放到这个下面 然后呢我们放到这个下面叫做我们的gsm点css对吧 首先我们什么都不做 把body呢设置一个背景颜色 好 设置一个背景颜色 我们看一下生不生效哈 如果生效的话 好 生效的哈 证明我们这个实验是成功的哈 这个实验是成功的 好 那我们把这个颜色给改回去刷新一下 好 那我刚才说想把我们这一个gsm手机的这个主色调呢 变成我们的粉红色哈 粉红色 那这时候我们谷歌的调试工具就非常有用的哈 非常有用 那第一个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一个我们来找到这一个block 好 menu box 对不对 我们需要把这一边的这个css样式进行一个重写 好 进行一个重写 首先呢 这一个的这一个背景颜色呢 让它我们blue 好 刷新一下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变成blue了对不对 然后blue的话可能太亮哈 颜色太亮 我们给它稍微暗一点颜色 我们用哪里的蓝色呢 用我们这边的蓝色好了 这么亮的话 赏下人家的眼睛 别人就可能不来购物了啊 好 差不多这么亮就好了 这么亮就好了 然后呢 我们这边会有一个这种比较高亮的哈 比较高亮的颜色就是当前选中的一个颜色 那么我们需要把当前选中的这个颜色的背景 也需要加深一下 需要加深一下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借助我们的这一个css 这个ps公计啊 ps 首先呢 我们建立一个新的文件 我们随便先建立一个这个文件 然后到它的这一个 到它的这一个实色器 实色器来获取我们比较搭配的颜色 获取我们比较搭配的颜色 那我们选中的这一个颜色呢 就用这个颜色刷新 好 这样子选中的颜色就比较深了啊 选中的A 我觉得可能调换一下颜色会更好看啊 这样子刷新 好 我觉得这样子会更好看啊 好 那么 现在这一个导航调完之后呢 我们还要调整哪里啊 调整我们的这一个 搜索宽 对吧 搜索宽的一个背景 好 大家记住这一个分 这个画括号的话 需要我们英文缩写下啊 要英文状态下的这个 哎 我们不应该是背景 应该是border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两个像素的实现 对不对 两个像素的实现 刷新 好 两个像素的实现 对吧 然后再把我们的这一个 这个submit也给调整一下 好 这个呢 也给它调整成这个颜色 刷新 好 在剩下哪里啊 这个地方 对吧 好 这个地方我们也给它 对吧 背景颜色改一下 我们用重用的方式啊 用重用的方法 好 完成 然后在这个地方 screen box下面的一个span 对吧 我们呢 这个地方的color 让它的这一个背景颜色 也是这个样子的 刷新 好 可以了啊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价格 对吧 F1 我们把F1的这一个color 也是变成我们的这个 刷新 OK 那再剩下一个就是这个吧 这个是shops shops 因为我们这一个样式是公用的 所以可以用这种种样式组来表示啊 好 那我们这边也变成蓝色了 其他 看一下 好 还剩下一个分页这边啊 剩下一个分页 那我们把这个模式调成底部 分页 分页 的颜色 好 再一个page now 对吧 刷新 好 那我们分页的颜色也搞定了 分页的颜色也搞定了 那这个 这边还差一个哈 这边还差一个 好 那这边还差两张图片哈 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想 肯定是这样子粉红色搭配我们这种颜色不行 对不对 那我们还需要呢 进行一个 这个样式的修改 把这一个呢 给copy出来一下 还有我们的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把两张图片呢 也给做一下调整哈 也给做一下调整 是不是这张呢 是这张对吧 是这张 然后我们这一张这一些样式可能会有点多哈 有点多 好 这张我们先这样吧 我们先改我们的这个 Log 好 那刚才那一个正好就留给大家做作业吧 留给大家做作业吧 就是 今天的作业就是把这一个按钮呢 变成我们的这种狼色调哈 狼色调 那我们先来这一个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何来改变颜色哈 虽然我们是做编程的哈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做一个 比如说像现在来改个图片 不可能还去叫美工哈 再去叫美工来帮我们做的话 时间会花费比较长时间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Ctrl加U Ctrl加U 然后呢 试着自己调一下颜色 因为我们是蓝色的吧 所以说大概是这样子对不对 然后根据饱和度 我们可以调它的饱和度 然后呢它的明暗度 好 可能调的不是很好看哈 当然还会有肯定还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案的哈 我呢不是专业的 所以说只能大概的调成那种颜色哈 好 看一下 错了啊 返回 好 那我们大概的调整这种颜色 然后复制一下 把它保存成我们的 png8 jpg gif gif gif是最小的哈 那我们保存成gif吧 替换一下之前那一个 然后这个gif呢 叫做gif1 号称是gifblue 再把这张图片呢 放到我们的 模板文件 然后images 好 放到这边来哈 我们放到这边来 好 放到这边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模板 就是这个地方要如何来修改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首先必须要打开我们的 这一个cate category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分类 打开我们分类 分类的这个模板叫做我们的cate 好 是这一个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来找到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page head 对吧 一个pagehead 那我们在这边输出一排s刷新一下 好 在这边哈 说明我们模板是找对的哈 好 现在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 好 在这个地方呢 怎么样 获取到不同的一个pagehead 但是呢 我们其他的这个双模手机的pagehead 又必须是原来那一个哈 又必须是原来那一个 所以说我们就必须做一个判断哈 做一个判断 根据什么来判断呢 我们打开一下我们的php文件 也是找到我们的一个category 好 找到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他有没有一些可用的东西哈 这边有个cate id 那我们放大一点 这样子会比较好看一点哈 然后找我们看一下品牌筛选 好 到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 好 我们可以获取到我们的cate id 好我们打印一下这个cate id 看是多少 然后呢刷信一下 查看一下我们的原代码 cate id没出来哈 那这时候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 我们到后台关闭一下我们的缓存 好省得天天要来这边清缓存 会比较麻烦 在我们的这一个哪里啊 网店信息下面有一个基本设置 然后会有一个三千六百秒 改成0 对吧 之前应该给大家说过啊 然后再刷信一下 好 输出3 这边我们可以获取到我们的一个分类id 好 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操作哈 根据我们的这个category 来做一个判断 这时候呢 这边我们用得到我们的if遗迹 好 if.cate 好 那如果说我们这一个分类id等于3的时候 我们加载这一个pagehead3的这一个文件 加pagehead3这个文件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什么效果刷新 那我们头部不见了对不对 头部不见了我们需要做什么操作呢 需要在我们的这一个扩展目录下面呢 建立一个pagehead 下滑线3 对吧 好 其他的都不用动哈 其他的都不用动 我们要改的是哪里啊 是我们的这个log log-blue 就是我们的这个刷新 刚才我们把头部删掉哈 然后再刷新一下 好 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模板的logo也给换回来了 好 也给换回来了 对吧 有点丑哈 有点丑 那我重新稍稍处理一下 这个可能你是客户你也不能接受 对不对 你也不能接受 那我们返回一下 先做一个什么处理呢 好 当然大家 因为我这个不是很专业哈 如果大家有比较专业的同学的话 可以跟我说一下这种情况要如何来做哈 我记得还有一个替换颜色的这种东西啊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这个东西 色彩范围吗 应该不是吧 龙差为百分之百的这个地方 这也不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如果说不行的话 我还是用这种老方法啊 用这种老方法 或者是我有空去咨询一下我这一个 咨询一下我们这一个美工的这些同学啊 这个龙差呢 龙差大一点 好 那我们吸一下颜色 刚才这个颜色是多少呢 我们打开一下这个 东西啊 我们这个颜色呢 是这样子的 对吧 然后我们 新建一个图层 模板 弹 这个才对啊 这个方法比较土啊 不过还是挺有效的 就是用我们的这个模板工具啊 模板工具 好 然后 然后 我们把它保存成 GIF 的 Logo Gum Blue 好 那我刚才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颜色值 给它调成 256 损耗 好 我们再看一下 现在颜色值给 加大之后 是一个什么效果 不行的话我就不做了哈 省得浪费大家时间啊 不行的话 大家就去 呃 牢房一下美工吧 哈哈 刷新 确实不行啊 确实不行啊 那我去 对PS 多学一点啊 改天我多学一点哈 好 那么其他的话就没有了哈 其他的话就没有了 就擦这一个地方哈 这个地方的话 大家自己去把它修好 刚才我给大家看了 这一个地方的这张图片 非常大啊 张图片非常大 但是不用担心 我们可以 独立的为这个Cut number 好 独立的加一个背景图片 好 独立的加一个对背景图片 就是你可以把这一小块 切出来 然后把它颜色 改成我们小颜色 就可以了 好 那这节课呢 就是我们这一个需求啊 就是这么一个需求 那大家的话 作业的话 就刚才的那个做一下 好 那学到目前为止 如果说顺利的话 大家呢可以自己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自己 去做一些模板啊 好 套一套模板还是可以的啊 套一套模板还是可以的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 我们就可以单独的 为我们GMS手机呢 设置一个 独立的一个CSS样式 好 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 好 如果有特殊需求的话 那就更加特殊的来处理的 好 好 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讲到这一边 好 感谢大家的一个听讲 好 好